中间邮递员呢 挣着钱也就是一个月工资 从200到600最多就是600 对吧 现在老了 很多人操劳了一生 但是突然他们发现呢 劳动关系 劳动保障这些东西啊 没有 为什么会没有呢 你看啊 过去邮政局认为 你们呢还不是邮政局的 正式的职员 乡邮政员 我对徐老师可能知道 说那个时候乡啊 就是乡政府里有八大员 什么叫农机员呢 卫生员呢 广播员呢 说八大员里七大员呢 都归到乡政府那边去了 就算乡政府解决他们的这个问题 但是乡政府恰恰也觉得呢 或者政府部门过去一直觉得 你既然是邮递员 那么你是邮政系统的 这就是说它是双重管理的 邮政系统 瞧瞧与快快都不搜 大家都觉得不关我的事 没错 最后把他们落中间了 这个劳动关系都没有 所以他们为什么有这个 这个诉求啊 人家就觉得就太太太 这是很常见的 其实今天中国 当然这牵涉一个已经消失中的行业啊 但是在中国其实很多这种事儿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代课教师那也是吧 就是说在中国的这么独特的管理体制下面啊 就通常有很多模糊的东西 比如说大家重叠管理的 当他出现好处的时候 比如说像去年大家很熟悉的网游 就不同部门抢着任 这归我款 没错没错没错 当他没什么好处还得给钱的时候 他不管我的事儿 没错没错 就推了 哎呀 徐老师对当年这个乡间邮递员有什么文学想象吗 他们当时是挺好的 他们当时是就是说就像你说的 一个是你国家吃政府饭 你算城市的 一个是你纯粹种地的 他们很多是从纯粹种地的跑去帮政府的 就是帮邮局做事 算是比那些种地的农民要好 高的 当年是高的 当年农机员一样嘛 农机员什么民兵大队长啊什么 就是混的好的农民才进去的 对 我们现在的社会 这个是一个缩影 我们现在社会 我们上次讲过嘛 百分之七十人有房子 可是百分之七十人抱怨 房价太高 这个怎么回事呢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在我们社会当中 他们当初在这个国家系统里边 是有位置的 可是现在就像你说的 整个这个社会变化了 他们就没得到好处 其实他们当初算不错 真的太苦的那些人啊 现在他们后来就做生意 他们或者是出去打工啊什么 他们一穷而来 彻底上去 他们跟政府跟那个乡长 跟政府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当时的时候就我们那个时候知道 你要是能混到一乡村小学老师啊 你也还不错啊 不是最坏的 你最坏的是在那些人 比如地富农的儿子啊什么 就老在那里被逗的那些 你明白吗 所以事情吊诡就吊诡在这个地方 这个风险变化 所以这批人呢 其中混得好的就很多基层干部啊 或者以前做过工宣队啊 你明白 有很多人 他们现在怨气真的很大 他们没听到集结号 就是说他觉得你这个 这个东西转了 你们上面的人都转了 方向转 他们还在那里 忠心耿耿的为 为这个原来的体制服务 我觉得这里头除了说 他们风水轮流转了 这个是这个五十年核 这个变化适应不了之外 还有一个问题 就通常啊 在比如像以前俄罗斯 苏联变成俄罗斯那个阶段 也有很多这种大规模的转轨嘛 就很多原来在国家里面 有好处的人 一下子忽然掉到底下去了 对不对 可是中国现在情况 比较特别的地方在哪 就像新出来的那一批人啊 或者也不是太特别 跟俄罗斯也像 就新出来那批人 跑出去打工 致富发财的人 这整个阶层 把今天中国的整个生活水平 物价水平都拉上去了 就说他也许啊 二三十年前一个月几百块 那是多好啊 你想想看 但是今天几百块叫什么 那时候还没有几十块 但现在你拿几百块 这叫怎么过日子呢 就整个生活水平变化太快了 但是啊 你看啊 就是那天我们跟这个 这个这个又婷 还聊到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啊 这个任何改变 都是涉及到利益分配 就像这个 那么现在到底 还有没有机会 这个是不是生而平等 我就发现那天 闻到讲香港的这个情况 也是讲 说很多时候 像岁月神头讲的故事 当年的香港精神 靠奋斗啊 从一个小商贩走鬼 你最后能变成李嘉诚 这样的故事 现在是神话 就不可能 因为现在啊 这个这个这个叫大盘分割已定 我觉得呢 很多时候 你像最近他们聊什么富二代啊 官二代啊 穷二代啊 也是在讲这个问题 有机会吗 哎 我有一个感觉 我觉得我算是这个比较侥幸的吧 嗯 我我觉得大概 我在这个年代 刚刚改变开放的时候啊 哎 算是成了时代东风 沾着点时代的便宜 可是我觉得今天二十几岁的人 反正我听他们的父母 不要跟我讲啊 说没有太大机会了 什么就说什么 卖卖卖茶叶蛋的 或者说是卖卖卖卖卵拉面的 最后个人奋斗 你最后能成为什么什么大老板 这种故事也就不要讲了 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你比如说像那天我们聊的时候 还提到比如说以前啊 大家可能同一个学校 同一个学校呢 有的同学家里比较有钱 或者有的同学比较穷 然后慢慢慢慢 或者怎么变化 这种情况十年前在中国会存在 今天不会 为什么 因为今天逐渐的 有钱人家的孩子 怎么可能跟全家的孩子 在同一间学校呢 你懂我意思吧 就根本连 他根本连上学的地方都不一样了 就你别的国家 或者很多地区 像香港啊 当然名校也很多的是有钱人家 但香港你还能看到 香港人台湾还能见到 同一个学校里面 有人家里面 爸爸是开奔驰的 有人家的小孩子是搭地铁来上学的 但在今天的大陆 我觉得让我树目惊心的是 有时候你会发现 这有钱人家的孩子 他根本一开始上的学 根据我已经隔开了 那当然 这社会分隔了 我跟你说 从几岁四岁的时候去那个幼儿园 那我觉得那对孩子太好了 那去的那个幼儿园呢 跟个小联合国一样 各种颜色的小孩子都有啊 那都是外国 比如说使节啊 或者是外籍人士 国际幼儿园 从小就这种英语的环境 小孩子在家里过一个生日啊 哎呀 一群外国小孩给他过生日 将来呢 就准备直接去美国了 你 这就是说起点就不一样了 你说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科技是性质的源泉 责任是性质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亿重工 掌握核心科技 创造超宝新纪元 好空调格力造 就是很痛苦的要承认这么一个事实 就是社会飞速发展 但老实人吃亏 嗯 就是你觉得你就是所有眼前的东西 数据上统计 你就会你回到你过去生活的地方 你就会看到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邮递员 他们其实就是老实人 就是现在的社会就 现在的社会的差别 我也是老实人 大的差别 就是 大的差别是身份背景定的 对 中等的穷富是房子买卖草定存 小的区别是股票工资区分的 嗯 就是这是基本我们的社会 所以呢 我们的人 不同阶层的人 只有两个地方在一起 一个是最后去殡仪馆 嗯 另外一个就是看世博排队 他说哦 那世博排队最好的人还不在那里排队 啊 最好的 但是大部分的人还至少你开不到后门 还在那里排队 嗯 但是我跟你说 许老师 我 我觉得啊 其实按照我这个悲观论的说法 哈 我在绝对的意义上 我是相信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 就是说这个弱肉强食 虎龙法座 虎龙世界 对 可是呢 我也觉得 一个社会啊 如果最后让人家的结果都认识到 是这么一个游戏规则 是这么一回事的话呀 我觉得也很危险 而且就是就是就是太缺乏温暖 你比如说他们就说像这个游递员呢 乡村教师 你甭管当年怎么样 他到了今天呢 你能让他老弱病残 连个老宝都没有 那就是让他死啊 那么你是不是 咱不嫉妒你那个孩子在联合国业而言的 对吧 但是你这个最底下的这种 你要太不厚道了 那是我 我觉得香港的经验就是最最好 他说你一定要让从人活得下去 你富人 你再怎么富你都可以 刚才那个照片最反讽的就是说 他们有示威的地方 后面都是那些现代化的道友 对 这个背景是非常明显 所以一个发达国家 你不管那些人怎么笨 怎么懒 总之你要让他们有一条基本线 对 你不能让他们活不下去 深圳一模一样啊 深圳当初攻城兵来挖地的这些兵 现在他们在深圳 非常非常边缘化 对 就是说你的社会发展的这么快 就是说这些当初他们攻城兵 几师几师 变成了什么集团 大的房产集团 现在是豪宅 可这些当兵的 现在他们留在深圳 他们很苦 他们还有一些很多那种 一开始 因为深圳跟像一样 这个地址是花岗岩 嗯 要盖大楼 挖这个地址要够深 要盖地铁 也要挖隧道 钻这个花岗岩啊 他有时候早期那时候 没有什么防护意识啊 结果搞得每个人都吸费费费成病 那么这个现在也是很凄惨 对啊 所以这是一个社会发展 必须要承担的 就是我就觉得 而且你现在好像逐渐是有钱了 你知道吗 这对这些人 其实都不多啊 所以他们现在成了边缘人了 不过在四川就两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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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在四川就两千了